刷码啊 要刷码 北京最新的防疫措施 机场周边社区村庄全封闭管理 只留一个出入口 全天候派两到四人把守 要记取南京疫情教训 被封亚洲最大社区的地铁站 由警察地铁人员控制近站速度 要降低车厢满载率 一共37个车站实施上班 尖峰时间8点半之前的限流措施 都是北京四环边到五环外 北漂通勤族聚集的大社区 根据官方数据 近来上半日地铁人潮 比疫情前大减约200万人次 同时暑假旺季旅游团也不见了 店员站出来吆喝 北京闹区内著名的前门大街 餐厅里头几乎都是空桌 甚至台湾会馆直接公告暂停开放 我感觉这边人蛮少的 中国大陆欠上旅游平台统计 暑假7到8月 原本订单成长超过10倍 跨省游更是年增4倍以上 但新有广州 后有南京疫情 让出游旺季只剩10天 业者们流失7成生意 每天的推游量大幅增长 比平时增长了两三倍 西镇一时的旅游收入 稳住明年初举办冬季奥运 严防死守 追求清零 将持续是中国大陆防疫主旋律 TBS新闻是陈韵文北京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